今年双十一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那么京东双十一小主机的销售排行榜前十名 明凡独占三元 上期视频我们给大家介绍了UM690S 不出意外又断货了 然而它并不是明凡家卖的最好的产品 今天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 京东小主机销售排行榜第二名 性价比超高的千元神级 明凡的UM480XT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级能 我是带大家玩小主机的金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小主机是UM系列同款的外壳方案 即便它的接口类型的位置也是非常类似的 正面的一个CMOS复位孔 一个电源按钮 一个3.5mm的耳麦接口 一个USB3.2进度的Type-C的接口 一个Type-C的显示接口 最大支持4K60P的输出 背面一个DC的接口 一个2.5G的RJ45的接口 两个USB3.2进2 两个HDMI2.0 两个USB2.0的接口 我们拧下四脚的螺丝 就可以打开它的底盖 内部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双通道的DDR4的内存插槽 右边是PCIe 3.0的NVME的插槽 硬盘的下面就是MT7921K的WiFi6的模块 旁边还有一个SATA的接口 顶杆上面有一个2.5寸的拓展盘位 最大的可以装7mm的2.5寸的硬盘 这次的UM480XT 采用的是AMD2020年推出的ZN2的4800H APU 它是8核16线程 CPU的基础频率是2.9G核资 最大锐频是在4.2G核资 TDP的功耗是在45W 搭载了AMD的VIGA7的核显 它的核显的频率是在1600MHz 你不要看它是三年前的产品 就算是现在在同类型的产品里 它的性能也是丝毫不落下风的 由于它有8个核心 而且这8个核心都是大核 在多核的成绩上 就算是在今天 也比很多办公室的电脑还要强的不少 它的包装外壳 以渔网的风格一模一样 一个机器的本体 一个说明书 一个19V 3.42A的电源 一个立式的支架 一个背挂的支架 两个螺丝包 一副脚垫 一个SATA线 和一个HDMI的线 金水这次拿到的是16加512的版本 BIOS设置默认 硬盘的最高读取是2400 写入是1900 这个数据对于PCIe 3.0来说 这个速度就只能说一般了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烤个机 同样 BIOS我们默认设置 风扇策略默认 i的64单烤FPU30分钟 核心频率一开始是在3.58G 但是一会儿就会降到3.47G CPU核心温度最高79度左右 机身的最高温度大概在50度 整机的最高功耗是在63W 那么这个成绩在室内温度29度的深圳 这样的温度还算是不错了 性能释放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风噪表现 BIOS里的风扇有两档 自动和全速模式 测试环境我们把风扇设为自动 待机默认转速是在2100转 我们使用分别仪调节至A加全的模式 模拟人耳对环境的噪音响应 小主机离人60公分的距离 模拟小主机的桌面的使用场景 白天的噪音我这儿是在39分倍左右 待机时的风扇的噪音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39分倍左右 基本上在人的位置是听不见这个声音的 在烤机的时候它的风扇的底噪会在40分倍左右 就算我们离近一点 在10公分左右咱们贴脸侧 它的噪音也只有在43分倍左右 整体来说这款480XT的噪音的控制 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我们也在Windows下跑了一些日常测试的软件 CPU-Z单线程527分 多线程5197分 它的单线程与10500跟5600相差不多 基本是在10代到11代的桌面级i5的水平 相比12500跟7940HX或者7840HX 相对弱大概39%左右 而多线程就是八大盒的实力尽显 力压5600跟10代11代的i5 甚至可以小胜12500 Cinebench R23单盒1211分 多盒9639分 在浮点算法上秒杀童年的10500 3DMark Time Spy显卡得分540分 CPU得分3830分 虽然VIG7核显不如自家的680M或者780M 但是在自己的主场依旧可以秒杀一众Intel的核显 视频解码方面除了AV1 其他都是可以正常的应付主流的编码格式的 那么其他的测试在这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念了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最后我们也简单的跑了一下2K中画质的LuaRu 跟10800P中画质的原神 英雄联盟最后的团战也可以在100帧以上 还是相当给力的 DL86P中画质的原神 简单的打斗场用也是可以稳定在30帧左右的 不管是日常办公或者是轻度的游戏都是绰绰有余的 由于这个机器自带了WiFi6的7921K的网卡 我们接下来也做了一下无线的测试 联系上WiFi之后握手的理论速率是在1200兆 接下来我们使用Homebox内网测试工具进行了一些测速 那使用多种符合来进行测速 最终得出最高的下载是1.13G 上传是756兆 总体来说是可以满足日常或者是家用轻办公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使用小宝最新的固件进入嵌入式系统的测试 那么这台480的小主机在待机的时候的功耗只有7W左右 加密算法的评分 AES564521分 XX20318504分 Chrome ArcCPU评分 385356分 最高的功耗在61W 整体的性能得分 基本上跟5800U是旗鼓相当相差无几的 好 先前看到这里小伙伴们都会对我手边的UF480XT的小主机 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了 精准大概测试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虽然它是三年前的APU 但是整体的使用感受和性能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由于它是三年前的产品 自然没有UM690和7940或者7840这种CPU的强劲 但是全核8核的性能也确实不入于童年的其他类型的小主机 像这台小主机绝对是公司办公的首选电脑 而且它还可以刷黑苹果 那么在千元的价位段简直就是性价比爆棚 如果有小伙伴想详细了解如何安装黑苹果 就可以去看小明的这一期的视频 那么目前京东官方店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建议尽快下手 如果你下手晚了 搞不好又到货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小主机的时候 给你一些谢谢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